接下來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問題是問 輪船沉下去浮力變大或變小 一個問題是問 潛水艇沉下去浮力變大或變小 我們先解決輪船 古人坐船一定是用木頭做的 因為木頭才會浮啊 只有神經病會拿鐵去坐船 因為鐵會沉啊 就發現鐵可以坐船 鐵坐船可以浮起來 為什麼鐵坐船可以浮起來 因為中間很多的空洞 空洞空間 像右邊上面的動畫顯示的 那個黃色的是它所排他一體的體積 那個紅色的是它真正的體積 你會發現它排他一體的體積比較多 所以浮力會比較大 用底化的方法解釋就是 因為有這麼多的空間 所以平均密度比較小 平均密度比水一小時它就會浮起來了 所以它為什麼鐵坐的船會浮得起來 因為有很多的空間 有很多的空間 所以這時候是浮體嘛 那我們講過浮鐵浮力等於什麼 浮鐵浮力等於物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浮力就是船重 船有多重 浮力就會有多重 OK 但是如果它浸水了 沉下去了 洞破掉了 水灌進去了 那個沒有 就變成下面那張圖 你看黃色的就是它排他一體的體積 紅色就是它真的體積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它並沒有多排開體積 所以它並沒有多浮力 理化的講法就是說 它現在它的密度回到原來的密度了 鐵的密度比水大 所以它就怎樣 沉下去了 所以它就會沉下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浮力就會 這個浮力就會 那我們知道 沉覺得浮力會小於負重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浮力比船重要來的 小 那剛才浮起來的時候 是浮力會等於船重 現在沉下去浮力會小於船重 所以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浮力就怎樣 變小了 對啊 浮力就會變小 所以鐵達安尼號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就會變小 浮力就會變小 因為那個空洞就 那個空洞就不見了 空洞就不見了 所以造成了結果 可以了解嗎 OK 那 這個就是要問個問題 再問問之前 先講一下鐵達安尼號 有人那個事後知名說 你如果看過鐵達安尼號 有一幕是那個 他們跟那個羅斯那個女主角 解釋鐵達安尼號 他說鐵達安尼號 他底下很多的隔水艙 都是空的 因為空了很多的空間 所以平均密度小 所以他就會浮起來了 為什麼隔水艙都隔開咧 因為如果這個洞破掉了 水灌進去了 只有他灌進去 旁邊還是空的 還可以繼續浮 結果有人事後知名說 鐵達安尼號 要嘛就早撞 要嘛就是晚 晚一點 就過去了 如果他提早閃避 就躲過冰山 就沒有事 晚一點 閃就直接撞上去 也還好 結果他閃得剛剛好 然後呢 冰山他旁邊這樣 現在隔一道 全部破掉 水全部灌進去 所以隔水艙全部撕小 沉下去了 因為通通淨水了 沒有空間了 沒有空間了 所以 就要嘎一倒過去 就要這樣結果 OK 只能隔水艙嘛 結果就像這樣 有了解嗎 好 那就請問你 沒有蓋蓋子的瓶子 一個是飄在水上 一個是把它灌水 讓它沉到水裡面 誰的福利大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跟你解釋的話 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解釋的東西 請問你 為什麼呢 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 小女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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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浮在水上怎樣 你們做 Keyword就是浮起來的時候 浮力會等於傳眾物眾貧眾 浮下去的時候 浮下去的時候 浮力會小於傳眾品眾物眾 浮舞的時候 浮力大 因為浮的時候浮體 浮體的浮力就等於它的重量 浮下去 浮體的浮體就等於它的重量 要來想 就是直接看就這樣 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 會有那麼大的浮力 現在有多空洞 可以幫你多排胎 所以浮力會 會比較大 這樣子 剛剛跟你解釋的 OK嗎 OK 所以 問你鐵達尼號 這考過的題目 鐵達尼號 在水面航行 那浮下去之後 會怎樣 啊 會如何 很簡單 小C莊 小C莊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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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選誰 C C嗎 請坐 你答案選的 叫做 C 浮在水面上 浮力等於傳眾 沉下去浮力小於傳眾 所以呢 浮力就會怎樣 減少 那為什麼有這個差別 就是因為 你有原來有很多的空洞 然後可以幫你排開 所以排開了會變得比較 原來比較多 然後後來就進水 就不排開了 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呢 他的排開的 他排開的體積就變少了 因為那個船隻進水了 沒有空洞幫你排開了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就是在問 輪船沉下去的時候 浮起來跟沉下去 浮力會變大還是會變小 OK嗎 OK